第一位董事长黄景玉 副董事长海伦青桃 穿一期肖间粉红长礼服展现苗条身材 越南籍艺人海伦青桃和丈夫黄景玉 今年3月推出陌生开发系统APP 多名股东好友到场力挺 没想到半年后就被指控洗经诈骗 加入APP十秒钟就能认识一个人 能帮助企业的业绩成长 创办人黄景玉在记者会上解说 吸引客户投资 还说花三万五千元开通VIP会员 能无限次数使用获得分红 不过一名A男投资后 反被要求不断找下线 发现公司汇款账户是黄景玉的私人户头 而客服专线竟是总经理兼股东手机 就怕钱逃不回份额提告 对此黄景玉表示公司是他一人独资 因此投资的钱是汇入他的账户 若是投资人有问题与意见一定会退款 身为公司的副董事长海伦青桃 带着员工在街头找民众实测 海伦青桃曾透露这款陌生开发系统 APP业绩不错 没想到却爆出争议 44岁的海伦青桃来台湾20年 时常分享精品生活受关注 这次卷入吸金风暴 海伦青桃文字回应 公司现在和律师谈要提告 诽谤重商企业名誉 可能会在下午开 记者会说明 TVA新闻江湾章祺文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